高寒陵天文森林公园 位于靖陕蒙三省区的交界处 地处福谷县城西南 是福谷境内海拔最高的名山 石马川的发跃地 陕北保存最完整的天然都松林带 陕北地区最大的游用紫斑牡丹示范基地 也是全国首个人文森林公园 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0% 被冠名为福谷之废 据福谷县制记载 请康熙36年1697年 康熙第第三次清征格尔丹 2月29日从山西刘家古渡过黄河至福州城 3月4日经正枪谷驻毙高寒陵 并附施一首小寒涅将士 长河冻结术丰斩 代甲横戈未及安 美戒双华庆小月 罪怜将士不胜寒 大家好 我是井下龙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一睹高寒陵的壮阔风光 小寒涅将士 小寒涅将士 在双华庆月 寿风凛冽冽中 安全领润宝的担忆 从福谷一只土金神木 榆林 定鳖 宁夏 最终彻底平定了 戈尔丹的叛乱 据清代福谷谢氏记载 高寒陵松柏森染 东夏长青 地势雄壮 风鹤摇队 登上祠林 万涅修消 百忧皆旺 一人言笑 拳骨永生 当其上午山顶生云 每只晚间 半岭藤烟 高寒陵应以得名 用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决心和毅力 高寒陵将打造成 森林茂密 三季有花 四季长青 鸟语花香 雅俗共赏 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仁文景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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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